湾區 強風警告至下星期一可能傳言風力最強 全國氣象局星期五向湾區發出強風警告 將會生效到下星期一早上 氣象局指出星期一 湾區會有更強的離岸風 風力在星期日晚會達到最高峰 風速可能會在今年最強 而其後到星期二早上轉為緩和 在這段期間山谷會吹東北風 時速25里至35里 疾風時速回到50里 而山頂風速更加強 關區東部及北部山風疾風時速 可能會高達60至70里 強風又可能會構成風險 因為會吹到樹木和電線 導致潛在的停電危機 並會影響駕駛者 尤其是面積較大的車輛 如常新火車、拖車等 而當局亦發出星期日至星期二的火災天氣警告 因為風速和乾燥的環境會導致起火 構成火災 受影響的地區包括北灣的山區和山谷 東灣的山區、山谷以及魔鬼山山脈 Santa Cruz的山區等 三藩市星期五的溫度會是65至75度之間 而灣區東部的Vecaville會更和暖 接近80度 當地的紅色火警警告會持續到星期五晚上 南灣聖河西和中半島聖馬丁地區 日間最高氣溫會是75度左右 到周末三藩市間中有雲、天氣稍涼 最高溫度60度左右 星期一會稍微回暖、最高氣溫約68度 灣區的濕度會相當低 這兩天的日間可能只有5%至15%